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fx是等於這個函數 那麼它問f它的定義率還有值率分別是多少 我們現在來看它的定義 這x不能要滿足這個要大於等於0 就是說-x平方加4x 再加5加大於等於0 大於等於0 這個可以因實分解 因實分解是-1 這個是-5 這個是正的 這是-加 所以是- 符號提出來 x-5 乘以x-1 1 這是大於等於0 所以這個圖 這個圖我可以這樣畫 什麽說這個會等於0 就是1 跟5的地方 是不是啊 這個是 這個東西 符號得正 這樣有點弄錯 這是正5 正5 沒有 這負得正 這應該是加的才對 這樣一成的話它是正的 正5-1 5-1才是4 應該這樣才對 所以我這裡弄錯了 所以它等於0在哪個地方呢 在這個x等於-1的時候 這個等於0 x等於5的時候 等於0 那這是一個二次函數 它首相小的0 所以它 頑口向下 它有通過這兩點 所以它應該是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它要大於等於0 大於等於0 就是在這個區域 它的函數值才會大於0 這是y 這是x 所以我就曉得 這個x 它是小於等於5 大於等於多少 大於等於51 這個是它的定義 它的定義 所以a等於多少 a是等於1 x x小於等於5 大於等於1 x屬於r 這是它的定義 這是它的定義 嗯 互1 可以寫錯了 互1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它的直語 它直語的話 就是這個y 這個y它的範圍在哪裡 那這範圍怎麼辦 我把這裡 我把它配方 配方的話 這要怎麼配方呢 我這個 這個我現在給它配方 配方的話 這兩項可以配方 這是 這是 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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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是4,乘數來變成乎4 我多加一個乎4以後,我還要再加一個4加回I 再加5 所以這個裡面這個東西就是等於多?等於乎的x-2的平方,加9 這個,然後呢,這個它的話,我在哪裡? 這個,它是乎x-2平方乎加9 它是小於等於乎3 因為這個大於等於0,加一個9,所以它小於等於9 大於等於乎3 這個它一定要大於0,為什麼? 因為這個一定要正的,要大於等於0 好,那我把它開根號以後,就是y了 所以,乎x-2的平方加9 這小於等於3,大於等於0 那這就是y y小於等於3,大於等於0 那這個就是直率 所以這個Fa Fa 直率是等於多少呢? 我再把它改回來 把這變數,它的名字改回來 大於等於0 x x小於等於3,大於等於0 然後這個 x是時數 x是數以R 這個就是答案 這個就是答案 1 1 1 2 1